俄罗斯女星瑞莎来台发展多年 在2016年取得台湾国籍 近年她创立了瑞星韵律体操协会 致力于培育台湾的韵律体操选手 更多次率领选手们出国参赛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即便她的付出曾被网友们误解 甚至指控她利用选手当成宣传 联财工具 但她仍不留于地的付出 今天是台湾国庆日 瑞莎扑出了体操选手 逼着台湾国旗上台领奖的照片 祝福台湾生日快乐 还把台湾称为自己的家 瑞莎的发文立刻引来网友们的赞赏 有不少网友留言 感谢她这么爱台湾 也很感谢她为台湾体操的付出 此外也有网友希望 瑞莎能继续带领选手们出国比赛 夺冠拿金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